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都已经买了 之前分享的一直都是在小米手环器上面的小程序生态 吹是吹的天欢乱吹 虽然也附带了一定的替换教程 但是也确实比较繁琐 也很杂乱 那么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 即时的下载 然后就可以马上安装的应用或者说工具呢 那么我想今天这个视频就可以解答你们的疑惑 小程序应该如何去安装 安装如何去删除 又或者 我们就是想换一点第三方的表盘 那么我应该如何去下载安装呢 今天一个APP解决所有的毛病 再也不用防防服务的导腾文件找工具了 它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表盘自定义工具 小米手环7的专用版 值得一提的是 现在的版本更新了1.9 开发者是米堂的大佬 之前他们一直都是用爱发电的 你可以直接使用米堂的账号进行登录 如果守得宽裕 也可以成为软件的捐赠者 不多也就10块钱 有这些特殊的功能 如果只是想换一个表盘或者说安装小程序的话 你可以直接适用于天安的捐赠者功能也是足够用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软件解决了哪些问题 又是多么的闪光化 我是你们的云飞 本期节目如果可以帮助到你们的话 请务必点赞投币 怕忘记的话记得收藏一下也是有必要的 打开软件 我们先来看看 它自带的各种表盘 动态的小程序 多功能 应有尽有 这个应该是目前小米手环机 最大最全的表盘下载分享基地了 再看到如此琳琅盲目的表盘 我想你肯定也想要马上的再来体验一下了 但是先别急 手环固件更新了之后 先要在软件的工具这边 先绑定下我们自己的手环来压mac的地址 具体查看的办法可以到ZipLab的关于本机 直接长按识别复制然后回到表盘自定义工具里面 网页填写我们的蓝牙mac地址 填写完毕之后 记得需要先注销一下登录 重新登录才能拉取到你的mac信息 从下载出来 然后我们再去ZipLab里面打开手环的蓝牙广播 到这一步如果你需要更换喜欢的表盘 就只需要很简单的一步了 就比如说雷电将军的表盘 我们点击下载 马上就会弹出如何安装下载 我们肯定选择最简单的安装方式 蓝牙安装下载完成之后 跳转到我们之前熟悉的页面 我们这个是表盘 所以就直接就是表盘安装就行了 下方会显示小米手法7已经连接 然后我们选择开始安装 然后就开始跑进入调了 这个速度很快 不知道隔壁的7pro看了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稍微等待一会就自动启用表盘 我就可以一睹雷电将军的搭建了 这个整理简直了太舒服了 其他的表盘下载和安装也是同样的步骤 和小程序的安装我也给你们一起来演示一遍 比如说这个跳一跳的小程序 我们点击下载同样的游户安装 这个时候跳转到了安装界面 我们出去选择第二项 小程序安装 然后选择安装 小程序的体积不大 5秒钟左右就安装成功了 我们来到小程序的界面 这个和之前的计算器一样 第一次打开会花瓶一下 第二次就是正常了 我们来简单游玩下 可以看到整个游戏的体验十分的流畅 还原也十分的迅速 真的是不敢想象这是在手房上面的东西很好 很nice 那么万一你下载了很多的小程序 突然有一天你不需要了 或者说想要删除了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来到工具 找到小程序应用款里 在这里你就可以删除这个APP里面下载的小程序 而可能你的手房里面有一些其他小程序 不是在APP里面下载的 这里无法检测到 那么我们来到表盘 小程序已经安装 看到小程序删除了没有 选择它 然后我们再次选择你要删除的小程序文件 这个是你在手机上面的文件选择 系统对比之后 会删除你手房里面的小程序 就比如说我这个电子书 选择电子书小程序 我们点击安装即可删除手房上面的小程序 这个是不是还是挺简单挺方便的 而除了我们都喜欢的第三方表盘小程序 我们还可以制作自己的电子书和课程表 电子书的教程我之前有讲到过 我就不再多说了 而课程表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从周一到周日的早上中午下午晚上 都给我们定制好了模板 这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 初中高中正是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来试一下 在填写的周日的时候 有一点点小问题 就是周日它不会躺到输入法的上面来 而制作完成之后 我们打开课程表小程序 哇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明显是能看出 UI可以再设计一下排版的问题 下面的空间太大了 而且 如果写上真实的课表的话 稍稍有点位置不太够 不过这个依然是 很令我兴奋 学生用户 确确实实 需要这个功能 这个是真的很棒 这个软件大部分用到的功能也就是这些了 第二项的资源是给大佬上传表盘用的 最后的关于是 捐赠开发者的 这样一个专门为小米手防器 而生的APP 你爱了吗 不仅有海量的第3方表盘 就在我制作的这段时间 就更新了好几个表盘 而且还有着小程序表盘 小程序 还集合了快速显安全的蓝牙安装模式 这真的是爱了 原本我是想分享另一个华米的第3方表盘工具的 但是不知道遇到什么bug 软件一直在报错 我只能放弃了 这个APP是真的做到了十分全面 下一步应该是把大家上传的表盘 进行分类 这样我觉得我可以 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 那些我喜欢的表盘 现在主要是靠随眼的刷 或者说直接看下载排行榜 看大家下载最多的是什么 希望可以做一些改变 但这不否认它极其的优秀 而注册成为捐赠者 永久开启的全部功能 只是需要一杯 密血冰城的价钱 就当是买了杯奶茶杯 毕竟表盘带给我们的快乐 开心 是要远胜过一杯十万钱的奶茶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因为我们手里的手 可以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 感谢各位大佬的无私奋献 我是你们的云飞 还有什么软件 用觉得牛逼也欢迎留言推荐 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还喜欢这些视频内容的话 点赞 投币 三连 其实我奖心 全部给我 这样我会长出更多有意思的视频 要知道你的支持就是我 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啊 rechts 粉丝 为